4月4號召開的上海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上 上海市衛健委官員回應家長陪護患兒問題 他說 家長同樣陽性感染者 可以與子女同住在兒童區培護 如果家長不符合條件 患兒又不到7歲 將在公衛中心接受治療 其他大齡兒童及家長符合陪同條件的低齡兒童 將在集中收治點隔離治療 對此 許多家長網友留言說 寧願一起感染 也要陪在孩子身邊 上海的趙女士告訴新唐人 她和2歲女兒3月下旬核酸檢測為陽性後 一直被分開隔離 趙女士說 接走她女兒是一位醫生 但不知道是哪裡的醫生 4月1號 有上海家長發布視頻 曝光上海金山區嬰幼兒隔離點的悲慘狀況 視頻中 一些小床上安置多名嬰幼兒 嬰兒的哭聲此起彼伏 還有幼兒的臉上被床單覆蓋著 現場沒有護理人員 發布視頻的家長在微信群裡說 隔離點的寶寶有的才2歲 有的剛出生58天 井樓上就有200個孩子 但只有10個護士照顧 衛生條件極差 有些孩子屁股都爛了 一位幼兒家長在群裡說 自己的孩子25個月 3月28號被帶走 上天可憐我 讓我在茫茫人海中刷到這個視頻 看到我的孩子 視頻開頭站在床上一閃而過的小孩 就是我的兒子 趙女士說 醫院2號曾發給她一個視頻 只有她女兒一人 看不到周圍環境 中國慈善家雜誌2號發布三關報導後 評論區湧入大量憤怒的上海家長 講述自己與孩子被迫分離慘況 家長佩佩說 她女兒只有一歲 還不會走路 還在喝奶粉 3月26號正在發燒 被強制暴走 看到網傳視頻都心碎 不知道自己的女兒承受了什麼 家長謝麗南說 我家小孩不到2歲 從28號帶走 再也聯繫不到 今天要到小孩照片 看著很憔悴 眼裡都是淚 作為母親真的很心痛 家長Vicky說 我們家長群幾十個人都是類似情況 給醫生下跪 苦苦哀求 打無數個投訴電話均無用 很多家長確診期間遭受精神折磨 遠遠大於疫情 大家知道產後的這個女性 特別容易產生產後抑鬱症 而且還有一些其他的這種心理問題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你強行把孩子跟母親隔離了 那對母親來說 心理上是極大的打擊 上海此舉引發輿論擔憂 近期30多個國家的外交官 致函中國外交部和上海市外辦 為本國僑民請令 要求在任何情況下 都不要將父母與孩子分開